欢迎收看一起学易经 各位观众朋友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一起学易经 我是节目主持人袁芳 唯心圣教的教义是利他的法门 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法门 师父运用了一经风水宗教修行 从点线面的方式帮助信众同修 点是解决个人生活上的困难 线是消除社会的不安现象 面是达到引领社会国家众生无烦恼的境界 真正能使天下太平的上圣法门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都会邀请到 维心圣教易经大学所有开班授课的法师讲师 来到节目现场 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学习一经风水宗教的好处 以及正道案例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 我们易经大学的圆湖讲师 讲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主持人你好 各位我们现场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们圆湖讲师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葡萄酒讲师了 是是是很妙 那也恭喜我们讲师 接下来要开一个新的班级 那在外埔这个地方呢 会有我们维心圣教的易经风水 能够让大家来接法 请讲师跟大家报告一下 大家好 我们目前外埔教室在台中市外埔区 六分里六分路163-10号 就是我的九宝庄 县子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教室 我们就是老祖四班围外埔教室 那我们从上个礼拜四 就是12月7号 晚上7点到10点开始 我们就开办易经风水 那个初级先修班 第五班开始 那从现在开始四个月内 我们就是翻演前程各地 对易经风水 对宗教有兴趣的社会大众 来这个地方接法 我们来广结法研 以上 是 那我们的圆湖讲师 看到讲师就想到 酒宝庄这个地方这个名字 也是圆湖讲师精心栽培的一个 红酒对不对 是是是 红酒的一个品牌 那也会很好奇 这个领域呢 为什么会跟我们维新圣教来结缘呢 这个延起在民国89年 那时候师傅在外埔 有办一场风水学讲座 那师傅开始说 外埔这条麦 从巴印开始 它开始在发展 它因为南边是大甲锡 北边大恩锡 本身有电火锡 那这个山脉 它是河街地形 它有六个坎 它的主脉是从河湾山 到大写山 到东市 丰岩 霍梨 外埔到大甲马祖庙 形成一条脉 所以这个地方是 台湾最好的一个 葡萄酒一个产区 那风水学讲座当中 师傅开始说 外埔这个地方会开始发展 那当下我 就是跟着师傅的指示 严谱法师在那边办一场风水学讲座 就很认真把那个讲座就把它办起来 那当下师傅也对这个地址特别照顾 我曾经补两个卦来问师傅 因为之前在做不动产仲介 那再补两个卦来问师傅 第一个卦问做仲介好不好 师傅说你仲介的缘分已经过了 那第二个卦问说 不然我做酒好不好 那师傅说 我的名字叫刘金虎 这个金虎跟酒是息息相关 金虎就是酒啦 那就说好那可以 回去做好酒跟大众结缘 那就是酒宝庄三个字 给我说 这个是天上的鲜活做酒的一个名称 问我要不要 那当下是求之不得 感恩师傅 我们老祖 试给我这个名称 要用这个酒宝庄来做好酒 来跟大众结缘 这是一个缘起 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 那也谨尊师傅的教诲 就是说 我们要很努力 很认真 很专注 把这个酒做好 所以我是透过我们的益经 沾挂来显酵母镜来做酒 那等于说所有的做酒的一些 每一个过程 包括我们的施肥 它的过程当中怎么来做酒 都是透过益经沾挂的方式来做酒 所以它算是一个天跟人跟地合一的一个葡萄酒 是 有空欢迎我们师姐 或是前省各地有人的同修 到酒宝庄来品一下我们的葡萄酒 在我们的葡萄下喝个笑茶 或是我们的办餐酒会 或者跟设计要有深度旅游 结合设计 我们有一个叫做白果微型胡角庄 有红龙果园 百香果园 联盟园 有柚子 有文心兰 有童话布道 然后这样可以绕一间 所以这个地方是结合天跟地跟人跟自然融合的一个社区 那我就二十几年来就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就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社区 用起来真的是真实不惜很好用的一个法 所以也把它用在我的家庭 用在社区 包括我们现在也成立一个叫胡角庄农户市集 这个已经做了十三年了 最近又成立一个叫直卖所 就是把日本那个稻制域的管理引用到我们台湾来 就是帮农民来形象他们的农产品 那只跟他收集一个那个七到十五%的费用 其他都是归于农民所有 这是在照顾我们农民 利用我们农民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那这些就是源于我们《易经风水》这个法 它可以实践可以落实到我们的家庭 到我们的事业到整个社区 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法 是 从家庭开始扩展到地方社区地方的创生 带动整个社区然后乡镇整个的影响发展 变得越来越好 那我们的源湖讲师呢 也在这个地区呢 落实了相当多《易经风水宗教》的法则 那也会很好奇说呢 在这么多的信众同修 大家是怎样的一个姻缘呢 来跟我们的讲师来结缘 我们外埔教室之前是大概从民国九十 大概九十五年开始就 我是后班源湖讲师 然后大概九十八年就开始开一班 第一班开始到现在 那刚开始就是透过我们的微信圣教 我们的《易经》 我们这个电视台来做招生 来做广告 那在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也在我们的仙活寺这地方来做补卦的服务 那还有再来就是我们之前有设计缝法班的这种开课 就是三个月到各社区每会来做缝法 那这当中不断一直接引的这些人 他演问到了就陆续会回来 就加入我们的《易经》风水 这个新修班的这个传法的课程 那有些觉得不错他会介绍 或者说我们去帮他服务帮他看过以后 他得到这个法意 然后他也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法 所以这个法是滚动式不断的一直广结善言 那我当初是抱着一个义工的心 态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有一个儿子他就是受伤 骑摩托车撞到电线杆 所以当下我发两个宴 一个宴要为社区服务 所以就做社区的总案是做了十年 一直推动社区的农村再生 包括最近成立台中市农业创生协会 我当任理事长 那就是把人带到社区 让社区的轻农 因为这个人到社区来消费 把人带进来把钱带进来 让社区的轻农能够回流 这是一个宴利 包括我家三个子女 现在都回到九中在帮我 这是一个第一个宴利 那第二个宴利就是 我要把《易经风水邪》这个法要广传 所以当下成立外补教室 所以只要有人来 愿意我都一直讲下去 不管几个人 只要愿意来我都一直把这个法讲出去 这是一个愿意 就也感恩老祖 当下把我那个儿子救回来 现在他也在家里在接棒 然后他们能够再成长 所以感恩老祖这辈子 给我这么好的平台 那我愿意就是说 把这个法无条件一直把它传出来 这是我这个一年从这个地方来的 是 欢喜信寿奉行 也是师父开示我们 对于老祖师尊的妙法 我们力行的去遵循就不会错了 那也会很恭喜圆虎讲师 我们在其他的节目上 也有看到我们酒保庄的一个节目 介绍旅游节目上 也有看到我们圆虎讲师 借由其他电视台的方式 来传达我们《易经风水宗教》 请讲师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酒庄 就是酒庄之外 那你要会生产 那你还会做好酒 也要会做销售 这就是老祖的法 就是传播写也要 然后《易经风水写》 这个你都要写 那把这些写大的都用在 我的生活当中 用在我的事业 所以要不断地写 所以我们一般讲 我们是讲一级产业 二级产业 三级产业 一级是农业的生产 二级是我们的加工制造 那三级就是我们的休闲导览行销 那把这个法用在设计当中 就真的蛮好用的 包括我们在做设计深度旅游 那我会顺便把我们的法 把它讲出来 比如说这个设计里面 哪里有风水 哪里有决械的地理 那我们这个福角庄农屋市集 为什么能够做到13年 它有它的原因 因为有三面水层包起来 然后旁边有公婆树 百年的土地公土地婆 在保佑这个市集的发展 然后有一个卧虎的山贤 那个我们讲花卡参 卧虎山贤这个山脉 它的脉气很旺 这些都是上天给我们的 但是当我们了解它以后 它是迷俗珍贵 所以把这个法用在我们的 酒中导览或是社区导览 它就是独视一个 就是会让你觉得很不一样 我们这个东西 真的地理有这么一回事 我们风水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个是很好用 那包括我现在来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风水好会比应一家人 那风水不好也会影响一家人 不光是你有住家也好 或是说你光一个农场也好 都会影响人 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它的大门出去 就是一条铅笔水 然后铅笔水牵了 大概一两公里的长 然后在它的西边的地方开门 那今年我们奎卯林又是萨西 结果今年他们的农场的主人 就有三个股东 一个去年去车祸往山 一个今年又癌症往山 那在之前另外一个就是 承出这个地的地主 也是癌症往山 所以这个风水都会影响人 我们即使不知道 但我们也受到风水的影响 或是受它的那个匹应照顾 所以我们来了解这个疫经风水 对我们来讲息息相关 可以让我们保护自己 然后不伤害别人 再来能够帮助他人 这个是一个优生学的一个原理 就是我们懂得它的话 会让我们的事业 会如虎添翼 然后我们做事情会事半功倍 然后老祖会给我们保佑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来做社会公益 而且会让我们能够立以不败之地 这是一个疫经风水一个妙用 希望运用老祖所教给我们的 疫经风水宗教 对于我们选择的事业的道路上 会更加的顺遂 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权 在风水的法则上面呢 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 那风水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那影响的程度呢 也就会有因为当时状况不一样而已了 江师 是 是 比如说我再来讲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有一位师兄 他在做这个堆高机这个事业 我今年也跟他买了一部这个堆高机 然后我开车到台南去找他 他跟我讲他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精彩 等于说他也把我们所有的疫经风水法则 用在他的事业过程当中 从一个原来负债将近一亿 那个负债 到现在一年能够营收 那个变成三四千万的营收 是建立那个过程 是 我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这位师兄他姓正 原来就是做事业 就是一直贷款 然后那个出货都不顺 然后出货不顺呢 有一天坐在家里当中 他说他很紧张 有时候紧张到说 晚上睡觉不敢躺着睡觉 是坐着睡觉这样 有一天他的耳朵一个声音 来问他说 阿冠 你有想要贪钱吗 他说 怎么有不可能赚 不想赚钱 我已经做得这么辛苦 不然我不赚你我干什么 结果他看一看 怎么这个声音 他一下子就没有 后来过一段时间 这个声音又来了 你想要赚钱的话 你不要骂员工你就会赚钱 他那个声音跟他讲 他后来想一想回想 原来我过去之前 他只要那个工作不顺遂 就骂员工把气杀在员工的身上 所以到最后他的员工会反叛 有时候把他的东西拿到外面去卖 或者说自己到外面另外成立公司 就卖他的产品 这样的话就是他反而是更 那个血上加霜越严重这样 所以当初已经负债到一亿 旁边的朋友都看到这个人差不多早晚要倒掉了 结果这个师兄就是从那一计划跟他讲以后 就是不要骂员工 他就开始要讲的我们老祖讲的 修心修口养领 那就开始尝试不要骂员工 就是生气了就把这个气游先吞下来 然后心平气游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交给客户 然后回来就要认识这个是我的夜报 我自己的德性不够 东西没有做好 就是把这些责任就 变成自己的责任 然后靠自己的修行把它转换这样 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他的员工慢慢开始就 相信力就回来 开始会关心老板 今天工作怎么样 然后我们怎么把工作会做得更顺 就变成一个善的循环 再来他也到我们的台南道场找我们岩信法师 去帮他看那个大门的风水 那岩信法师帮他看一个就是那个双龙豹珠的那个大门 然后把那个水层能够把它接进来 然后旁边龙边再做一个水 让这个水往里面流 这个把它改过来 再来他的办公室 老祖庐那个坐的地方又变成一种青龙过岸的格局 这格局做完以后他的公司慢慢就开始会顺利了 再来就是说他的命卦他是折水困 那他太太的命卦是天地皮 两个命卦都是七宰此事 很奇妙 他在我们的亥年那一年 亥年那一年 因为就是我们以这个命卦来讲 那年就是子孙 子孙开始来生七宰 他说他的失业从亥年开始变有起色 亥年再来子孙 子孙那个都是旺 然后丑年就又 又把他的那个继承又把它冲掉了 所以那年也赚钱 然后到去年的引年 到某年 他说大概到丑年当中 本来一元的那个负债 就那三年就把它还掉 当然他也得利于那个疫情 那个拜疫情所示就 全世界的订单都跑到台湾来 是 台湾的这几年我们中小企业 他的订单都一直在持续的增加 他也因为这样他就 那三年把他的财务都还清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疫情风水有关 也包括修心 我们老祖讲要修心 要修口 要养领 然后风水 我们说企业成功的五大条件 第一个是祖先的风水 第二个是工厂住家的风水 然后第三是命挂 命挂 然后第四个是我们的学习 我觉得他的专业知识过 他卖的产品里面他就找那个批发商 他是做工厂 他找一些批发商来帮他卖东西 就是让利 他把利让给那个批发商来赚 所以那个批发商也来帮他卖他的产品 然后再来就是闲工利得 他慢慢转业好以后 就在我们的台湾道场做义工 有机会就一直去布施 发心做义工 所以这个就刚好符合我们师傅所讲的 七月五大的成功条件 是 就一发开五月 结果自然成 那就因为这样这位师兄到现在 我就本来是看到丑美苦恋 现在是看他笑哈哈 然后这个脸相都不一样了 就是从命挂 从风水 从祖先这些风水 你都透过这个优生学改变以后 人的命运就真的转变过来了 那因为他有这个信念他来读我们的义经 这个我们的新法班 他也坚信老耻的法 所以他能够转为为安 所以如果是一般人来讲说碰到这个可能就是要跑路了 那他大概就一个很成功一个案例 这是以上一个案例分享 在这样的企业成功上呢 他是非常科学的 有依据可循 那无论是在宗教修行 做人处事 或者是在空界祖先方面的一个祭拜 还有在行功利得上 也都是相当的重要 那在这边除此之外 最当初是因为风水不如法来找到问题点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风水不如法的时候 还有在家庭 家庭庭院内 庭院外 都是个一个状况 对 那我们外伍班另外有一个师兄 就是他的 那个外面的庭院的地方 他做一个S型的那个步道 这个步道就是把它砌上那个石头 他要做那个脚底按摩用 是 那结果当初他 我们外伍班第一班招生 他也来读这个我们的《易经新法班》 那当初 我有告诉他说 这个如果说我们住家庭院有这个石头的话 那容易长肿瘤 结果这个师兄就真的 他的膀胱就开始长那个肿瘤 所以当下就把那个 那个步道那些 就把它用水泥把它铺平 铺平完以后 或者就透过他的诵经 慢慢他这个旁观这些 就复原了 这是一个过程 这当中很重要就是 不断的要去诵经 诵经可以消我们的很多的业障 诵经有很多的能量 然后透过诵经当中 就慢慢把身体上这个业障 这个就把它消除掉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住家真的离不开风水 只要说我们来写《易经》 我们初级班会把这个划 基本的我们住家的 我们的那个六个要素 像大门 我们的神明厅 我们的卧室 我们的办公桌 我们的厨房 像书房 厕所这些 它的基本的配备 然后它的方向隔击 要怎么来做 我们才会平安 这些划我们都把它讲出来 所以我们《易经》新华班里面 有很多东西 就是初级的这些进来写 它是很容易很浅显易懂 不会很难 那我们这是白话《易经》 包括我们的《易经》的 从进来的张卦 那个排卦 这些我们都会讲 然后到初级班完 大概你的基本的排卦 都有一般的简单的解卦 也都会 这样的话再来说 我们把宗教的法仪 再把它加进来 就是我们跟着师父学习 这个都这么多年的《易经》 这个《风水》 这个《妙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法接回家 变我们家里面的一个 平安的一个宝典 包括我现在也在就读我们的博士班 就是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就一段的 不断的一直在精进 把这些法写回来 那我也愿意就是说 我知道的我会把这个法再讲出来 让我们有缘的社会大众 能够回来接法 把这个平安带回家 老祖开一个净土 我们一个太极间的净土 这辈子当中我们有缘 我们的博士班这些都可以来精进 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课程 请大家有缘就回来接法 是 谢谢讲师 在初级班的部分呢 我们再请一次我们的圆湖讲师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开课的新的班级的地方 我们新的班在台中市外埔区 六分里六分路163-10号 就是我们九宝庄 这个 我的九宝这个厂子 我们一个外埔教室 每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10点 我们准时在这个地方传法 欢迎各位 是 谢谢我们今天的圆湖讲师 谢谢 也邀请电视机前面 观众朋友 信众同修 一起到九宝庄 有缘一起来接法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一起学习经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学习经 公司聚好 没去心 没去心 大家学习经 收听不上 好健身 好健身 大家学习经 家庭湾湾 一条心 这条心 大家学习经 五家社会电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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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家社会电台电